一位观众朋友提问是山水化一般是挂在客厅 但是不是可以挂在顺房呢 是挂在床头还是床尾的墙上 或者是挂在旁边的墙上 山水化是大灾 一个人家里一定要有山水化 不管大小 山代表这人的命 它是不动的 所以一个人的命生出来 它是动不了的 但是它运就是它的水 水可以动 也就是说我们的人的命不能动 但是它的运可以动 如果你运改变了你的命 实际上你就在动你的命 所以山水化有山有水 在家里坐着坐这里呢 坐着坐 所以山水化一定要挂在家 客厅最好 挂在房间里不能挂在自己的床头 为什么 太作用 明白了吗 水可以把你冲走 下来可以把你压死 所以最好 放在自己房间 睡房的床头的对面 明白了吗 这种地方 还有你感觉家里有一块地方 老不安宁 老不舒服 那你就可以把山水化挂在那上 大家明白吗 好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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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